直升機滯空盤旋 急功斬靠著手勢 和空勤隊員溝通 小心翼翼的將吊欄往上拉 因為吊刮上機的帶舊對象 是一名101歲的人瑞 他有沒有怎樣 他在裡面還好嗎 老人家平安獲救 家屬開心在鏡頭前微笑比讚 很好 在身上有沒有怎樣 沒有 所以都還OK 只能靠著點頭表達獲救心情 因為這一趟空中救援 真的讓老人家吃足苦頭 兩位不能走路 透過人力接駁 將另外一名行動不便的長者 已已救出 因為原先的道路都成了斷源殘壁 讓救援行動異常艱辛 還好空勤總隊訓練有素 先利用吊欄將雲香溫泉山莊中 三名行動不便的長者 吊刮上機送往仁愛高農 接著裝上六百公斤的物資 再次出發例行國校進行投放 國軍弟兄排成一列 以人力接用的方式 扳運物資上機 這些通通都要送往受困災區 空勤總隊協助山區居民脫困 救援工作持續進行 直到完成搜救任務 新新聞邱平莊主任採訪報導 立刻上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 店舖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